Hello 大家好 欢迎观看桃光玉香的视频 今年是万代可动品牌SHF的15周年 在这15年的时间里 以主打可动和还原为目标的SHF 为玩家们带来了海量的动漫模玩作品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拥有相似的设计 不过在超过1000款的产品中 SHF也有一些鹤立鸡群的奇形种存在 今天 桃光玉香就为大家盘点一下 到目前为止最奇特的7款SHF Figure Arts 首先第一款是SHF假面骑士欧姿 驾驭贩卖号和硬币套装 发售时间2011年7月发售价格2000日元 这款的奇葩之处在于 作为可动玩具它不能变形成摩托模式 就只是一个贩卖机成品和细胞硬币的套装 对于一个主打造型多样性的系列来说 这可能是SHF中可动性最低的一款了 我只能说这很难评 应该只是起到一个造型上的作用吧 绑带上第二款是山村真子发售时间 2014年的7月价格4200日元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我们的丁真老师也是出过SHF的 没听说过可以理解 毕竟除去了超级英雄系列以外 万代对其他影视衍生品市场的开发 并不算强势 但是真子的入选 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罕见程度 也是因为其有趣的设计 通过不同形状的裙摆来固定造型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真子小姐姐的腿是什么样的 怎么样没见过吧 榜单上的第三款是非公认战队的痛车机器人 发售时间2012年的11月 发售价格35000日元 交通工具在SHF系列中其实并不算少见 我们在假面骑士里看过各式各样的机车 但是如果它同时是合金载具 而且还能变形 那就非常的稀有了 这款痛车机器人就是这样一款 极大成的作品 榜单上的第四个是 邪神觉醒雷狼龙 发售时间是2017年的1月 发售价格1万日元 这款能够入选是因为它精美到像个雕像 而不像SHF 不仅附带了诸多的配件 还有复杂的地台 说实在的 现在想要遇到一款在细节上这么用心的SHF 还真是不容易 说它是一款比较奇特的SHF 那真的是实至名归了 榜单上的第五个是 波伦加和丹迪发光龙珠套装 发售时间2022年的12月 价格是26000日元 作为SHF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 龙珠系列的设计一直是中规中矩 含有奇葩的创意 直到纳美克星神龙的出现 改变了这种情况 这款神龙不仅是体积巨大 更是独有的能语音的一款SHF 寻片该系列的所有作品 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榜单上的第六个是巴尔坦星人 分身体 发售时间2017年的4月 价格16500日元 在SHF系列中 配件包我们见得多了 但是配件包和本体使用同样的模型 而且一下子还来三个 那真的是前无古人了吧 不用改模型 就能把资源利用到最大化 而且还颇受欢迎 市面上一款难求 想到这个创意的设计师 简直是商业界的奇才了 这个榜单上的最后一款 是西川贵轿 发售时间是2023年的6月 价格9000日元 SHF出过的日本演艺界的名人 不算少 诸如歌手 长渊钢 HIDE等等 虽然我不太懂二次元领域 这些明星究竟会有多少人买账 但是设计西川贵轿的SHF 也确实是动用了万代目前的最好技术 用360度无死角的摄影机拍摄教主的身体 以达到完美的还原程度 关节设计也是最新的 从关头上看 这款身体的线条过度自然 教主妖娆的气质也很好的体现了出来 绝对是SHF系列中非常独特的存在 OK 以上就是我选出的最奇葩的7款SHF名单 还有哪些你认为不逊于他们的作品吗 欢迎留言弹幕交流你的看法 喜欢可动玩具 也不要忘记订阅涛光 今后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魔玩内容 那么我们就下期见咯 感谢观看